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政府会放纵这种人出现 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们非常百分之百知道去哪里钻这个漏洞 只是不重看 不重用 现在就是太阳来的时候一整天都晒太阳 下雨一来的时候整个片都是雨 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现在我是希望上级能够补助我们 来修缠这一次我们那个活动中心 我们认为未来它可能未来 它的能量释放还会在这三个四个段子的附近 再产生能量释放 所以发生这个积聚太阳气 其实也不是很高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一战能够 在九二一的时候 今天能量很大的释放 好 新闻开始要来关心的是 602南投仍爱乡发生了瑞士规模6以上的地震之后 现在许多人都各自的预测跟猜想 到底还会不会再震呢 有学者都提醒 如果根据历史数据来推论的话 南投短期内会再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的几率相对高 不过气象局并不认同 这两个月前的三二七大地震之后 602的六点三强震是今年规模最大的地震 让居民还余计犹纯 在仁爱乡西一厢 吉日月潭都达到五级的震度 也发生许多灾情 气象局地震车报中心认为 是同一个没有浮出地表的盲断城所引起的 不过台大地直系教授却认为 三二七地震及六零二地震 并非盲断城所造成 而是真有其断城释放能量而产生的 未来仍有释放能量的机会 居民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属于断城的其中之一 断城的其中之一表示 它是真的是有从这个断城里头 释放能量出来 而不是完完全全没有名称的 它是有名称 那我们认为未来它可能未来 它的能量释放 还会在这三个四个断城的附近 在产生能量的释放 同样也有学者认为 台湾已经进入地震百年周期 从统计学的概念 最说到1916年8月 在同样南投仁爱乡的位置 发生规模6.8的强震之后 隔三个月后的当年11月 及隔年的2月 也都有发生规模6.2的地震 正好和今年327 602两次地震的状况类似 因此提出预警 不排除仁爱乡今年再出现 第三次规模6以上的强震 不过地震车包中心 却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相反的表示 未来再发生规模大的地震 几率是较低的 我们很难依据说 1916的那样的一个三次 发生三次的地震 就要来预测说 我们这边出现两次以后 有必然性会出现第三个 因为现在地震是没办法预测 如果说以发生的这个几率 来讲其实并不是那么高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一代 根据我们的观察 在921的时候 其实能量有大量的释放 602地震发生之后 盲断层的论述 再次造成学者议论纷纷 也让居民担忧 是否还有地震再度会发生 但地震赤报中心还是强调 327及602地震 都属潜藏在地底下的盲断层 所造成 而之所以称为盲断层 也是因为不够活药 即使释放能量 规模也不会太大 呼吁民众不要对盲断层 所造成的地震 有太多的恐惧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比较注意的 还是一直调查说 公布的33条 活动断层像车龙幅 大马幅松龙 这些比较长的断层 其实才是威胁比较大的 那盲断层它毕竟 它会潜藏在地底下 一些没有露出地表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它规模还是不够大 那第二个是 它没有那么活药 地震测报中心也表示 每年在台湾发生 规模6的强震 平均是2.7个 这次327及602地震 是属于921大地震之后 比较大的余震密几带的 后续活动 同样也在释放能量 是可以避免往后 有更大的强震再度造成 记者综合报导 而人类努力的研究 希望可以提早 预知地震的发生 因为地震如果能提早得知 即便只是提早 几秒钟的预警 对许多人来说 就可以多争取一点 逃生的时间 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仿效 日本在全国9个地方 设了强震时强震及时的警报系统 历经了602以及327的两次地震 发现确实能够准确的来预警 强震及时警报预估阵度6级 请进行避难疏散 地震还没来 扩音器先响起 小朋友一听到警告 马上带起头套 逃向操场 就定位蹲好 就不怕地震破坏教室 影响安全 这是今年3月27号 规模6.1地震发生时 嘉义港平国小的逃生状况 6月2号当天学校没上课 但强震来袭前 这套预警系统再度准确预测 透过地震有一个波传 比较快的批波 我们去侦测它 然后侦测到批波以后 我们就计算说 这批波等一下后面带来的 S波会有多大 那如果这破坏性的S波很大的话 预估会很大 我们就启动警报系统 利用地震波的传递时间差 可以争取到十几秒的逃生时间 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仿效日本 在北中南东9个地方 装设强震及时警报系统 经历两次地震 确定有效 现在打算争取8亿的经费 推广到全国的国中小 三年内我们把这个pilot的计划做好 所以整个商业模式做好 那我希望可以把这防灾的产业带起来 带起来以后 我想后续就会变得很快 至于会不会像日本一样 透过手机简讯 电视频道及广播系统 将预警资讯传递给每一位民众 地震研究中心表示 台湾的服务员不向日本辽阔 加上全面推动需要更多预算 初期还是先从学校做起 如果经费有着落 最快三年完成 记者林正午郭俊林台北报道 好来看的是今天是世界环境日 民间团体站出来呼吁全民 要重视吃的安全 有民众团体就指出 两年前日本福岛核灾 使得日本目前许多的农作物和水 都遭受到污染 而台湾的翡翠水库距离和电厂很近 应该要提早的来警惕 呼吁政府要将核灾的风险降到最低 否则将会发生无水可喝 无食物可以吃的酒精 来关心的是食品安全了 工厂设置在新北市的伊江食品公司 上个月被卫生局检出 包含了酱油和辣椒酱在内 共九项的产品的单绿饼二醇超标 但是在产品查封之前 业者疑似又偷卖出了600公斤的问题酱油 检调昨天前往工厂和仓库 查扣大约2万公升的酱油 并将负责人带回询问 一桶桶的酱油自上层全都发霉 这些全是由伊江食品公司生产的酱油 制造过程把关不严谨 上个月被台北市卫生局验出 酱油糕和辣椒酱总共九项产品 内涵的单绿饼二醇超标 但在产品查封前 业者疑似又偷偷将600公斤的问题酱油 卖到市面上 检调还发现在产品包装上全都没有贴 制造日期和有效日期 消费者就算买到万年酱油也不知情 检调上午将一家公司在新北市五股 和巴黎工厂内的2万公升酱油 全都查扣 并带回公司负责人 会计和股东等三人 静庭询问 理性负责人态度低调 不过为什么越演越烈呢 有平面的周刊就报道说 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局长 康造周 其实早在2月初就知道 顺利性二酸危害食品的讯息 但是却拖到5月才对外召开 记者会说明 疑似有引力之嫌 严重堵殖 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长康造周 他今天上午亲自的站上火线来澄清 说明从2月初召开跨组会议 进行分工的调查 后续抽验 到5月13号公布的流程 强调所有的过程都有会议记录 可以来查 绝对没有隐匿案情 或是图例特定厂商 而且至目前为止已经查获了4家涉案的问题淀粉原料供应商 9家画质淀粉的制造商 以及27家的画质淀粉供应商 违规产品已经回收了392吨 已经销毁有261吨 好 继续要来关心的是北高两地的家长 今天到监察院陈勤 他们指出说目前规划的入学制度有多项的违法违宪 教育部最近接连提出明年12年国教实施之后 免试入学零抽签跟课程纲要 就续的配套 想要让学生和家长放心 不过几位台北跟高雄的家长 多次出面表达12年国教复杂 不公平要求暂缓实施 今天上午还到监察院陈勤 指出目前规划的入学制度有多项违法违宪 要求监委要调查清楚 好继续要来关心的是环保跟原住民族的文化 在执政者环保团体还有原住民族的眼中 孰亲孰众各有不同的考量 到底哪些月份可以狩猎才不伤害怀孕期的动物 连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族现议员看法也不同 昨天持续在台东现议会提出质询 台东信服表示 今年底会来召开跨族群的会议台讨论 监湾族群的现议员宋献一 在日前的总咨询中指出 在每年的3月到6月是动物怀孕期 这是与山林共生的主人都知道的事 加上目前监湾族在清明节都会回旧部落寄族 以至于一趟路山多少会带一些动物下山 但有时也会误烧到怀孕的动物 他建议宣政府制定这段时间为不狩猎的时间 这个看了会痛心 每一个猎物都是怀孕的 很多原住民的长老部落的猎人 对这项行根去打猎 冒目的地打非常痛心 不过布农族的先议员胡求情 在4号的总指寻中则认为 在这个时间上制定狩猎规范 可能会对布农族的传统摄耳祭典活动带来影响 尤其摄耳祭典大部分在每年的4、5月举行 县政府农业处长达副表示 各族群定的祭典时间都不同 会在今年底前召开跨族群的会议 自从我们的祖先到现在 传承下来的我们的达耳祭典是3月到5月 明明这个是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 我们大概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会召集各族群来延伤 动物怀孕期间的确不适合狩猎 但如何避免误杀怀孕的动物 族人希望定出一个适合的时间点 10月份应该都是在怀孕 在怀孕的时候尽量不要在4月份 5月可以了 3月是交配期嘛 10月就生了 台东县共有7组原住民 上山狩猎的族群都以排湾 卢凯 布农以及北南族 而各族群每年制定的传统祭典时间 也都在每年的5月7月以及12月间 如果以族群祭典时间来看 布农组的影响最大 台东县政府农业处表示 此事非同小可 必须召开跨族群会议来共同讨论才行 记者Gurius Kazovian 台东县议会采访报道 好 另外台东县政府在兰宇东青部落 新建了水泥御办厂 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弹 县议员在议会就痛批县府说 没有事先做好沟通 县议员夏曼马德能直询指出 去年天平台风造成兰宇出现严重灾害 政府赶紧修建 并在去年在东青春新建御办水泥场 但是当地的居民仍有疑虑 认为县府没有做好沟通的角色 这个御办厂固定污染缺乞课证 这是谁同意的 有疑虑啊 我们的乡亲们有疑虑啊 他们不是要反对 是你的诚意不够 因为兰宇地区没有一个合法的御办厂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因为施工而做的御办厂 夏曼马德能又指出 居民并不是反对御办厂的新建 是因为县府没有做好沟通 也没有召开社区会议 而且连他是当地选出的县议员也未后尊重 整个设置的过程根本就是本末导致 如果说是很完整的一个沟通的话 我们县政府主导的开会议员 县政府你应该是做窗口来去知会我 是 但有一点跟你抱歉就是 有时候我们去的时间因为天后的关系 一半水泥场的新建土地提供是南宇乡公所 经过途审会同意才设置 当地现议员也未后通知 居民有抱怨而向议员反应 不过由于南宇重建不能等 还是会如常新建 不过议员痛批 台东县政府处理不够周延 要求下次别再犯 记者Gurus Karzavian 台东县议会采访报道 休息下收回来要带来关心的是 台东来与渔人部落的一位居民 不满地主把土地另外租给外人来经营民宿 不但建筑物盖到自己的土地范围 客人还任意的停放摩托车 丢弃垃圾 多次协调 没有共识 最后告上法院 欢迎收看《原地发生》 我是比思义马绍 在这里借我们言议发生 保护我们的心声 告诉我们的政府 告诉我们的总统 请你马上改革 做一个强而有力的劫策 谢谢你们来参与 也谢谢我们这支鸡血的观众朋友 来参与我们讨论 我们下次再会 老海吃发来 又熬了我爱说 那年半的小时 他把他的柠檬刷 刷得满烂的 在旅行中 美妙的音乐 就是我们记录传统文化的音符 而美好的事物 是我们互到你好的开始 Join me and follow in my footsteps as we explore the adventure between people, traditional food and culture 朋友们我真心的期待 每次与你们的见面 萨包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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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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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要提醒的是彩券公司跟财政部国库署都表示 根本就没有委托台湾彩券协办人员来打电话给族人申请 提醒大家不要受骗 6月6号起到6月27号开始开放中华民国第四届工艺彩券 电脑型彩券经销商临选 同时开放邮寄报名 并在7月23号公开抽签 这届电脑型彩券经销商正取名额是5800位 被取2900位 但是中签民众还是必须通过面试 才能正式成为电脑型彩券经销商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抽签的机会 民众必须是年满20岁的身心障碍者 原住民籍或低收入互单亲家庭 并且符合简章公布的各项条件者才可以报名参加 但是报名还没开跑 就已经有自称是台湾彩券协办人员打到原住民籍民众 电话不断的询问您是不是原住民 是的话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经销权都交给他们 也就是等于租给他们 然后一个月租金是1万元 让原住民众感到很困扰 其实我可以自己做啊 我可以去筹出这笔钱去当保证金 然后去拼拼看 因为这只是保证金 那可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政府会放纵这种人出现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他们非常百分之百知道去哪里钻这个漏洞 根据民众给的电话 打过去询问自称是台湾彩券协办人员的小姐 一开口就要民众安心 并且不要担心 还说带领人本来就没有规定援助民族身份 民众表示一接到这样的电话 心里感到不平衡 因为自己就可以开店 不需要人家帮忙夺走自己的权益 你的资格给我 帮你处理到好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到最后 他傻傻在那里每个月的那1万 甚至还不到1万 就等着那个人给他 结果他的资格就被别人去租走了 而依照彩券经销商之管理第27条规定 经销证不得转让 设置或出介于他人使用 并且经过查证署时转让行为 将取消经销商的资格 并且主动终止合约 而彩券公司 财政部国库署表示 代理人必须是亲属 才算是代理人 并且并不会有所谓的台湾彩券协办人员 打电话给族人 要族人不要受骗 我们也有这些条件限制 我们就希望就是他的兄弟 配偶或者兄弟姐妹这样 假如这些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说他能够找他的亲友 那么亲友里面也有一些限制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是 一些我们的叫做弱势团体 财政部表示 不要因为那一点点的租金 就把自己的销商权给人家 还会被取消经销商资格 并且终止合约 另外财政部也强调 虽然保证金从2万提高到5万 这也是要告诉民众 有意愿要经营 彩券行的民众 不管有没有抽到 经销权都是会退还的 所以不用担心自己会脚不出来 以及经营困难的问题 就这样 来说阿利夫台北市采访报道 好 另外一位今年抽中 彩券经销权的原住民族人 可以享有未来 整整10年的经营权 很多民众就积极的争取 结果呢 申办良民证的人口增加了 最近到警察局申请俗称为 良民证的警察刑事记录证明的民众 忽然变多了 就以台北市来说 4月份跟5月份的申请人数 就差了3000人 而且当中以身心障碍者 跟原住民居多 中华民国公益彩券的主管机关 财政部国库署表示 这个现象应该是受到 公益彩券经销商领选的抽签报名 即将开始所影响的 条件不得有欺诈 或者是赌博啊 会有这些犯罪事实的嘛 那这些机关 这些资料只有在警察机关才有 所以我们 所以有些朋友们就是为了申请这个 他会到警察机关去申请这些证明 申请这个文件才可以来报名 对对对 才可以来参加这个报名 明显这个变成为一个经销商 原来彩券经销商的申请资格包含 其中之一是必须是身亲障碍者 原住民 低收入户单亲家庭其中之一种身份 而且不得为限制行为能力者 或者是有公务员或是学生的身份 第三项 在报名开始的前五年 曾经有卫照文书 卫照货币 卫照有价证券 侵占 诈欺 背信等等罪嫌 经过判刑宣告确定 执行完毕 缓刑期满或者是赦免后 尚未满五年者都不可以报名参加领选 对于有民众质疑抽签的公平性 国库署表示 上一届公益彩券经销商的经营者比例方面 身心障碍者支持占88.8% 原住民占9.83% 低收入户单亲家庭则占了1.38% 102年全国各县市一共分为195个区 在7月23日一起公开抽签 最后要选出5800名经销商 参容族群并没有另外的保障名额 应该相当公平 没有任何偏袒 也期盼这次的领选 可以实质帮助弱势族群改善经济状况 记者观看来 台北市场报道 好 继续要来关心88.8重建区的问题了 因为88.8风灾之后 居住到里那里永久屋的马家乡民 去年7月呢 他们在社区里搭建了一座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但是现在马家居民表示根本就不实用 因为盖得太高了 无法遮风避雨 想要来改建 但是没有经费 但是屏隆县政府表示很不减 认为说政府机关出钱 但是当时是交由部落 跟世界展望会来设计 如今想要改建 初估的改建经费 至少要600多万元 县政府也不知道 钱要从哪里来 运用代表圣洁百合花造型来兴建里那里马家多功能活动中心 是永久屋基地内绿建筑的代表座之一 总经费800万元 由行政园民会以及世界展望会支柱兴建 不过造型外观虽然美丽 但由于高度过高 每当部落举行婚丧喜庆时 无法遮风避雨 已经盖好了 居民才发现并不实用 希望可以进行改善 但苦无经费 由于马家多功能活动中心在设计初期 是经过部落与援建单位世界展望会 共同商讨下决定兴建的 对于王公才发现不实用 居民只能够承受 不过还是希望政府可以帮助改建 于是向议员陈琴 粗估经费需要600多万 议员林玉如日前也在议会总咨询时 寻求县府的协助 马卡扎亚部落的多功能的活动广场 真的 哦 你看 没有办法办 下一也没有办法 通通照到阳光 通通灵到雨 你要如何来帮助 你要如何来帮助 我还没有办法想出办法来 因为刚做 刚完工 刚演说没有多久 要翻案吗 大概几分自己的比例 在最起码有个比例 哎 我们跟中央要多少 秘密地方负担多少 要有这样子的那个 市展会 市展会要承担多少 市展会也要承担 是不是 我们要共同承担责任 部落要承担一部分 市展会要承担一部分 我们圆明会也来承担一部分 现在表示 当初是尊重部落的决定 如今建屋盖好 刚验收 又要重新修改 而改建的六百多万的经费 恐怕有困难 不过表示 会邀及相关单位来商讨 是否有解套的办法 记者哥斯 评论马家采访报道 好 另外来看的是台东 从来与愚人部落的土地 愚人段865地号的地主 不满的是867之一地号的地主 把土地呢 承租给外人 来经营民宿 而且民宿的建筑物 盖到自己的土地范围还不打紧 结果呢 现在客人 还任意的停放摩托车 任意的丢弃垃圾 多次协调之后都没有共事 最后这个地主告上法院 你说要叫我们拆 有可能我们已经住了四十几年 等一下 我没有要你们拆 因为我们就是见见 见见的话 你如果见见 那就不要试试他们了 在台东南与愚人部落 台东地震事务所办理借鉴 以及台东地方法院 执行拆除工作 由于双方对于戒指各持己见 经过双方多次私下协调 但就是没有共事 因而走上法院 不过在地居民以及乘租者 不服借鉴位置 因而与台东地震测量员争执 为了让事件可以和平解决 双方以及台东地方法院 一行人到鸿头派出所进行协调 那我们也是很希望说 双方可以自行协调出一个 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这起事件发生在余人段865D号的原告 消信居民不满于867G1D号被告 张信居民所承租给严先生所经营的民宿客人 将摩托车随意乱停 并且任意丢弃垃圾 经过多次劝告以及协调都没有达成共事 再加上建筑物体占到消信居民土地 因而走上法律途径来解决 我们觉得这个正义是算是一个很勉强的 因为我们很有诚意但是对方是怎么心态看 非逼得到他发现这样事态严重之后 他才来做一个协商 我们觉得诚意显然是有不足地方 虽然不满意但是我认为已经稍微缓和一些气氛 这次的法院的判决和我们传统领域的方向 完全走样 确定是走样 经过双方两小时的协调 财务动作将延缓到11月底 并由陈租人自行拆除 这是蓝宇史上第一次由台东地方法院 执行财务动作 事件虽然暂时落幕 但是居民表示 其实蓝宇许多的土地也都面临同样的状况 就是由于居民对于土地的分界不是很清楚 发生房子有占用到其他地主的土地 希望相关单位正视蓝宇土地使用的问题 出面协调解决 记者小玛丽达森台东蓝宇采访报道 苗栗太安乡的士林部落传出有学童疑似被绑架 惊动了士林国小 校方已经启动了导部机制 而临近的台中境内的达官国小也一起来进行联访的工作 休息下稍微回来带您来关心 很成熟 很有力量 唱起来就 不不如隔了 如隔了你也有了 这首歌我觉得诠释得真的很好 只是最可怕 我不会让你笑 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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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笑 又开始很难听了 对他们千锤百练这个样子练出来 有罪而来 真的跟上礼拜啊 跟这礼拜就是有一点点落差 好 不用了每个礼拜天晚上七点半至九点半 敬请锁定我们的 布洛书舞台 原住民等你来招待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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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识 喝干闸 día 你呢 incorporated przy … 真 laugh 你还真做 你这个 !? 包括 等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好 继续回来来关心的是日前在屏东原乡地区跟新竹监市地区陆续传出有发生鲁童的消息 不过后来都被发现是假消息 但是现在在苗栗台湾乡也传出了疑似鲁童未遂的案件 比较令警方注意的是这次不是网络的谣言 而是有民众主动的向妇幼中心来举报 继屏东原乡地区与新竹监市地区发生鲁童假消息之后 就在5月26号苗栗台湾乡也传出鲁童未遂的消息 有民众主动向妇幼中心举报 有家长就是主动打电话到我们妇幼中心 那他是觉得是说有可疑的车子 会去接近小朋友 所以他也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所以就会就就打电话到我们这里 被掳走然后就是去追这样还好追到这样子 所以就是小孩子都会紧跟在旁边这样子 不敢让他们单独去外面 所以现在很少看到小孩子在路上这样嘴边跑 台湾乡大安息沿线居民 听闻市林村鲁童未遂的事件传出 引起一阵恐慌 警方已展开调查 因为现在假日游客特别多 可能是出于说看他小孩子可爱 搞不好就拿桃子给他之类的 所以可是我们查证之后还是说 没有发现这种情绪 橡皮派出所未讲求证据办案 以针对5月26号在市林村 所发生疑似乳童的案件 调阅监视器 但并无任何有鲁童的情势发生 但为安定民众的恐慌 所谈表示 以交强盖地区的巡逻与安检 虽然未传出有任何孩童被鲁成功的事实 但呼吁学童与家长 不论是否为谣言 但为了学童的安全 仍然必须要反方未然提高警觉 记者八路马耀 苗栗滩参谋报道 好 苗栗滩 市林部落传出有学生疑似被鲁的事件 市林国小已经启动了导户的机制 而在邻近的台中境内的达官国小 也一起来进行联访的工作 5月26号苗栗滩香四林村 传出疑似鲁童未遂的事件 造成大安系沿线的泰雅族部落人心惶惶 四林国小校长就为此 在6月3号启动了导户机制 让学童到学校这800公尺的路途上 更加安全 针对这个问题也请我学校的同仁 包含我们的替代艺难 以及包含我们的导户老师 包含相关处事的主任组长 那是不是分配人力 在上学放学的这个路程阶段 是不是不定时的 这个来做一些巡回巡逻 那希望让小孩子都能够很平安的上学 苗栗县境内的市林国小展开导户机制 而临近三四公里的台中市境内的达官国小 也主动的向市林国小提出展开两校之间的联防合作 当我发生听到这个事情 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赶快联系相关的校长 那学校的校长们一起来讨论 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互相去支援 所以我们就有详细问一下他们的那个状况 我们再把那个状况再带回我们学校 然后告诉我们学生 其实这一次的一个随机鲁同事件 在台中市我们包含我们自己市政府 也告诉我们说有这样的状况 也已经有机应该算是发文和电子文 给我们那个相关的学校 要我们随时注意保持警戒 跨县市的合作 两校自发性的启动我们联合防护机制 主要是因为两校距离相近不远 且两校校长均为泰雅族人 其概念就是要落实泰雅族社会规范 GAGA的守望合作精神 要一同维护部落孩童的安全 记者巴鲁玛耀 苗栗泰安 台中和平 蔡佛道 好 提供退役棒球选手就业的一个出路 行政院民会推出了棒球产业培育的就业事办计划 而事办为期一年的时间 棒球场上表现亮眼的选手 众多优秀棒球选手大部分都是原住民级 有些选手继续他的棒球生涯 但是也有人就不这么幸运了 但在许多因素下无法发挥所长 而选择其他的出路 行政院民会首次举办了 102学年度原住民族棒球产业培育辅导就业事办计划 国民中小学聘用了20名专任棒球教练 计划分成两种方式申请 第一是学校韩国中小学 前提是学校原本就没有教练 在学校必须有成立两年以上的棒球队 其中学校原住民旗球员至少占70%以上 还有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地方县市政府教育部的补助 申请方式要先跟地方政府的教育局 或是教育处提报申请计划进行初审 6月20号前送到行政院人民会进行复审 第二就是个人 针对专任教练补助的部分 必须要有西级棒球教练的证照 成棒职棒有两年以上的经验 行政院人民会会在6月30号公布补助的20间学校名单 申请教练可以在提出申请之前 选出三间期望服务的学校 在7月1号到7月20号之前 直接将申请表送到行政院人民会审查 而教练薪资从29000到36000元不等 按照条件的不同来支付 行政院人民会表示 这是一项中长城的计划 除了提供棒球选手退役后的就业出路之外 也期望提供基层棒球完善的技术养成 这项计划事半为期一年的时间 届时会不会再持续办理 行政院人民会表示还要再做评估 记者来说阿里夫特别是采访报道 好来关心的是最近在加拿大西北地区 特利桥第一民族居住的小镇 有一段青少年打群架的影片在网站上流传 当地的民众看到之后 一方面是替下一代的前途感到担忧 但是有人认为说 影片内容其实就是反映出了 政府必须要加强社工的服务 提拨青少年活动的经费 来加强第一民族的文化教育 让严重缺乏青少年教育资源的原住民族地区的青少年 能够改善现况 有人在倒地后还被攻击者再捕一脚 有人手中杯子里的东西还没有喝光 一阵混乱之后 伤者被扶着走向一间房子 画面中黑色衣服的这一位 手上还拿着武器 这里是加拿大西北地区黄刀镇的Bad Choco 居民大部分是Lichro主人 这一段打群架的影片 是有当天一名目击者利用手机拍摄 然后铺上网络流传 有当地民众在看过这段影片后 向媒体表示感到痛心 现场大约有40多名年轻人 有人怀疑这些年轻人在开打之前 曾经在户外喝酒 在户外喝酒 在加拿大本来就是违法的行为 再加上打群架 这段影片已经引起当地警方的关注 警方一方面表示会增强警力 但同时强调 必须要了解年轻人打群架的原因 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 这群年轻人背后的建筑物 就是这一间青少年活动中心 有当地居民指出 尽管政府盖了这一间活动中心 但是却没有播出金费提供配套的青少年活动 和其他社会工作服务 于是活动中心变成了文指馆 同时吸引了一些青少年 在活动中心前流连 甚至喝酒闹事 现在加拿大刚刚开始放暑假 当地居民担心类似画面中的情况 可能在未来两三个月内会经常上演 居民希望当局引进可以主动外出服务 前往青少年聚集地的外展社工 都现场协助青少年度过人生的困境 也希望可以提拨青少年活动经费 并且加强第一民族文化教育 让严重缺乏青少年教育资源的 原住民族地区的青少年能够改善现况 记者说得正编译 继续来看的是纽西兰毛利族的族语 曾经是世界南岛语族中一度 濒临灭绝的语言之一 不过就在毛利族人积极地 附赠传统文化之后 毛利族语也渐渐地再度被找回来了 台中市原民会特地就邀请了 纽西兰毛利族语教授 前往达官部落跟族人来分享 族语的教学心得 来自纽西兰南岛的毛利族语教授 Hannah和Megan 及她的两个八岁及九岁的小孩 特地来到台湾分享族语家庭环境的营造与理念 来自台中各地族语教师及原住民学校教师 也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经验的分享 Hannah是以毛利族语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妈妈 分享如何在家中营造全族语环境 并让族语成为孩子的主要语言 如何将族语生活化 Hannah教授 这一年族语教学经验表示 推动族语的传承必须以家庭或部落为单位 进行全族语的情境教学 才能让孩子真正学习到族语的感情并活用 这样的方式不仅小孩子学得快 也能了解族语隐含的文化意义 如果把学习族语当成学英语的方式做教学 就会失去所谓文化复正的意义 所以很重要的她讲说 我们如果全部都是用族语来教这个语言的时候 她会比较容易学到那个语言 而不是只是零零碎碎的 你的族语是学得非常的零碎的 我觉得应该要全族语来教学 才会达到我们的一个目的 希望说能够家长能够配合 因为我觉得教学学语言 要保存我们的语言 必须从家庭开始走手 纽西兰毛利族积极推动语言发展的成果 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作为语言复赠的典范 这次透过与屏东教育大学幼儿教育系 集花连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资源整合 邀请来自纽西兰毛利族语教授前来经验分享 也让前来参与的教师们 学习到了不同的教学经验 也期望往日后能找到更好的方式 将族语文化继续推动与传承 记者NOW台中市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公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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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因为封面滞留台湾的上空 各地都会有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但是水气比较不充沛 对台湾的影响也比较不明显 倒是气温明显的比较凉爽 但是明天在宜兰花莲以及台东地区 还是会有短暂震雨 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继续来看详细的三海跟渔液气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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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南逃任二乡3月27号才发生规模6.1强震 6月2号下午再次发生规模6.3强震 地震深度仅10公里 震央都位在仁爱乡法治村附近 是大毛埔双冬断层活动引发 或是日月潭地震空白区能量释放 还是921中部地壳破裂至今未愈合 中部历经921经验 各项房在应店有没有提升 请收看6月8号远地发生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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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的,到普通之は, マ chemistryrael!" fear has been made安靜後... 美容生活まで 影響も見え口的方法 Deixa yo 這是 宮廷也 要讓我們的主 祈祷 Why? 民主与你们同在 幸福心力同在